职场人生第一集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史上最狂气功 出招的是 执法长老 看我传功长老怎么接招 那你在职场里面 看到的人物呢 当然就是由地位最大的指挥官 传授给 中间的 经理级人物 最后 当然把这些工作传授给 22K的你呀 公司里面最菜 最能凹的 那一个人就是你了 天之聪明的你 还好你可是聪明的呢 能演又能跳的你 当然就是立刻获得 公司的晋升 当然 吃香喝辣的 绝对少不了你一个 马上帮你 Promote 公司里面其他的人 对这种事情 也只能一笑自知 毕竟他们演不下去啊 对不对 演不下去的 就继续担任 你原本的职务 啊 你看 这个光头老 啊 笑 笑 人家在演戏 你再给我笑 继续干 好好干你的工程师 想升级 门都没有 看这些 站在旁边的人 面无表情 支质 弩顿 这种永远不会晋升 在职场里 永远只能在旁边看而已 哎 升级是别人的事啊 就从这个气功大师来看一下职场人生吧 看得懂老板在演什么的人 你就会有升级的机会 那么不愿意 配合演出的人呢 你只会死得比较快一点而已 还有另外一种人 是 麻木不仁的人 你可以活得比较久 这就是我们的职场人生啊 你觉得 你是哪一种人呢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吧 再见